大家好,我们本节课来给大家介绍XML,带大家快速入门。 那咱们本节课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将对XML经介绍,并对其用途进行简要说明。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将介绍XML语法规则。 第三部分,我们将对XML当中的元素经介绍。 那么第四部分,我们将介绍XMLDTD。 那首先,咱们开始第一部分,XML介绍,以及对其用途进行简要说明。 那么XML,它设计是用来传输和重处数据的。 它和HTML最大的区别在于,HTML是用来格式显示咱们对应数据,而XML用来传输和重处数据。 那么,咱们类比HTML,它是一种层次嵌套的结构。 而XML文档形成了一种竖状结构。 它从文档的根部出发,一直向下开始扩展。 当然,这个扩展可以是对称,也可以是非对称的。 可是在这里有三个,在这里有两个,然后下面又可以进行一次拓展。 当然,这种可扩展性的结构,更加增加了咱们XML的这种灵活性。 当然,它的这个节点也不是固定的。 它允许咱们XML创作者自定义自己的标签和文档结构。 咱们可以自己定义竖的结构,以及竖上面节点的这个名称,也就是对应的这个元素名称。 这里,咱们给出一个简单的XML。 首先,这里给出了文档这个XML,版本是1.0。 它的这个XML的编码是UTF8。 那接下来是它的根节点。 然后根节点下面有它的这个下属节点,可以看到有很多内容。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有一个具体的值。 那么这个值就包含在咱们这个节点当中,就相当于我们在竖状结构当中,是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首先画这样一个结构。 在这里呢,是Note。 Note下有to这个节点,有from这个节点,以及有handing这个节点,以及有body这个节点。 那么它其中的值,就是咱们在这个闭合这个区间当中的这个值。 比如说to是toe,而from是gani,这样一个值。 以及Remember,Don't forget this week。 在这里,这样来描述。 那下面,咱们对XML的语法规则进行简要介绍。 这里我们给出六条。 首先,第一条,所有的XML元素,也就是对应数的节点,必须有一个关闭的标签。 否则会出现错误,无法解析XML文件。 而HTML文件,是一个非常容错的这样一个文件格式,或者说扩展语言。 那么它在没有闭合的情况下,是可以被正常执行并解析。 这也是它与XML的一个区别。 那么第二点,就是XML标签对大小写敏感。 比如说,这里咱们小P,这样一个标签组合,和咱们大P,这样一个标签组合,它是不一样的。 而在HTML当中,大小写是不敏感的,咱们两者一样。 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XML必须嵌套。 不能说,咱们这里写一个P1,这样一个标签。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P2。 然后在这里,直接用P1闭合了该标签。 那么最后又写了个P2。 那这时候,它就是一个错误的格式。 咱们必须进行嵌套,而不能使用这种一个标签。 嵌套了其中一个标签。 那么它的闭合标签,就在咱们P1和P1标签结束之后。 那这样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嵌套。 那么第四点,就是咱们XML的属性值,必须加引号。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P,然后它对应有个属性,叫做A,然后它属性有对应的值。 那么这个值的话,必须是加引号来扩起来。 比如说SA。 那么这时候,这里有一个闭合标签。 这样写,才是正确的。 如果说咱们SA,这里没有这个引号,那么这时候就会报错。 那么第五点,就是咱们实体引用。 在这些标签的属性,以及咱们对应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它具体的值。 有可能会出现这些大于,小于,等等一些符号。 那么这时候,它的符号在XML当中是有具体含义的。 咱们这时候,必须使用对应的HTML实体进行对应的表示。 比如说,这个小于号,它的实体就是LT,然后是对应的符号。 那么大于号就是GT,然后对应的符号。 咱们可以查对应的HTML实体来进行表示。 那么第六点,就是咱们XML当中的空格会被保留。 比如说,这里的P和P的结束。 在中间,咱们有一个大A,然后空格,大B。 那这时候,大A,大B之间的空格就会被保存。 那么这是XML比较实用的一些语法规则。 那介绍完语法规则之后,咱们下面来介绍XML当中的元素。 XML当中的元素是指从且包括开始标签直到结束标签的这个部分。 每个元素又可以有对应的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是必须加引号的。 因为咱们之前说过,这个元素,这个对应的属性必须有引号,否则会报错。 这里咱们也给出对应的注意选项。 然后给出咱们这样一个参考文档。 咱们也可以发现,它这个对应的元素是进行正常闭合,并且大小显敏感,然后正确欠套。 这和咱们刚才说的语法规则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一个文档也符合咱们上面介绍的所有的这个语法规则。 那么在这里,首先Note是一个根元素。 那么根元素下面有对应的这个子元素,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它是一个欠套的关系。 那么这些元素的名称都可以改变。 比如说这里N1,然后N2,N3都可以做修改。 那下面咱们对XMLDTT进行介绍。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XML的语法规则,以及介绍了对应的元素。 那咱们这样一个非常灵活的存储数据的文件格式。 那咱们势必要有些约税规则,来使得它符合这个规则,咱们用户定义的这个规则,才能表明咱们数据是正确的。 那这时候,咱们就使用XMLDTT进行教验。 那么咱们拥有正确的语法,的XML是被称为形式良好的XML。 咱们可以通过DTT验证XML的合法性。 例如,这里给出DTT的这个验证语法。 首先,这是XMLD的这个文件。 内容。 而在这里是DTT的语法格式。 可看到DocumentType,然后Node应该是咱们根元素。 然后是方括号。 那么根元素一直到DocumentType这样一个将括号结束。 接下来,里边是咱们根元素下面的一些元素。 同样使用感到号,然后是Element。 然后,同样首先是对应的根元素。 然后用括号,括起来的是用豆号分隔的这个子元素。 可以看到to from heading message。 那么,写完根元素之后,咱们就需要写它的对应子元素。 可以看到to from heading body。 而在最后,可以看到是括号,然后锦号,pcdate,都是这样一个内容。 它表示咱们对应元素,说对应的这个值的类型。 那么它是一个可作为XML解析的字符串。 咱们要定义为这样。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类型,是不会作为XML解析的。 那后边的课程中,我们将会详细介绍DTT的一些语法。 以符合咱们后边将介绍的XML实体著用,所要利用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下面,首先通过本节课,大家要明白XML的用途,以及它的语法规则。 同时也要掌握它其中的这些元素,是分为根元素和根元素下面的对应子元素。 最后呢,大家要掌握咱们XML,形式良好的XML和形式不良好的XML,是取决于咱们DTD定义的这个规则。 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本节课就到这里,再见。